现在11月多了 这个鸡爪梨全部从树上掉下来了 我们小时候就用来当零食吃 还可以用来泡酒喝 非常的甜 哇 这一颗好大好肉肉的 看起来肥肥的 鸡爪梨最好是等冬天打完霜的时候 它更加的甜 像现在它还是有点硬的 我们尝一个看看好不好吃的 它上面有这种小种子 哇 这也甜到心里面去了 那种感觉还有一点带一点甜酒的那种香味 这周围有十几棵树都是这种鸡爪梨的树 估计用扁蛋挑都挑不完 太多了 还有很多掉到这个丛林里面的 还有好多在树上没有掉下来的 你看 像有一些如果没有熟的话 你吃的时候会有点涩 吃起来嘴巴里面就像吃了那个没有熟的柿子一样的 刚刚我就吃到了一点 哇 这里好多 这地上的这个红色的种子就是这个鸡爪梨的 好多 这个特别甜 因为它的肉特别的肥 每个地方的名字叫的不一样 也有叫拐枣的 你们那边叫什么呢 我们再早一点回家去泡酒喝 到时候大家到我们家来喝这个拐枣酒 为什么叫它鸡爪梨呢 因为它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梨子的味道 看到没有 这短短十几分钟找了这么多 哇 好重 这么多可以回家拿来泡酒喝 可以再晒个一两天也可以 还有快点拿过来 哇 这么多 再去找一点 喜欢我的视频就在关注欢迎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鸡爪梨的 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